六百二十八页 好,我们再看六二八页 倒数第五行 六百二十八页倒数第五行 此菩萨做事念,如是无量如来境界 乃至于百千亿那于他觉不能得知 我惜应以无公用分别心,成就圆满 我们再来看这个部分 前面讲七地菩萨所入的境界 这里是做结论 七地菩萨到这个时候是七地菩萨 学法研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 你现在在听你就是七地菩萨 你不要想说,我这样有算 照算,不算也算 算那不算的那个部分 反正你就是七地菩萨就对了 那么你现在啊,你这样做念 这么多的如来境界 乃至于百千亿那于他觉不能得知 这么广大的境界啊 那你要怎么去了解呢 这是一个心灵跟生命信心的问题 这个地方啊,我们要跟各位补充这个部分 那这个信心 那这个信心假如没有的话 下面这个 我惜应以无公用分别心,成就圆满 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去体会 生命啊,的存在啊 我们跟各位讲 虚幻的人生啊,虚幻的生命啊 虚幻的生命 是以记忆做基础 合理的推理做动力 要去达到啊 你妄想中的目标 能够达成的话 你叫有福报 不能达成的话 你叫有业报 福报啊,对不对 你是以什么?以记忆 记忆什么? 记忆到西施这么漂亮 杨贵妃这么漂亮 她比达胖嘛 西施比达瘦嘛 我要的是这样 那这个是目标啊 那你有这个记忆 然后你就开始去追啊 开始去找啊 找了一个 这一个我喜欢 这一个 这一个 你那个叫西施 西施加贵妃 你并为了以后 你又开始追啊 追到是你的福报嘛 追不到啊 那你说 哎呀 无缘啊 然后啊 痛苦的一阵子 追不到还无所谓 最怕的是追到了 然后又离开了 那药到吃不到的时候 那你就痛苦来了 对啊 那个叫做夜报 因为呢 你是按照你的记忆去推理的 你去追求就是推理嘛 得得到得不到 那就是你的福报跟非福报的部分 那叫做虚幻的生命 当你的记忆体把它改变一下 那就变了 对不对 当你认为说 人又漂亮 女孩子 要体重八十公斤以上 这个才叫漂亮的时候 那我告诉你 全世界一定会改变 因为现在都要五十公斤左右就好 不要太重 对不对 因为你的记忆体是这个样子嘛 所以你的推理跟追求的目标就不一样 那叫做虚幻的 看你记忆的东西是什么 有没有 虚幻的东西啊 可是真实的生命不是 真实的生命是以信心为基础 你要有信心啊 一个没有信心的人 他一定活在恐惧中 一定活在恐惧中 喜欢跟人家吵架 你自己看看 一个有信心的人啊 被人家欺负了 他会看得很清楚啊 他欺负我 他欺负我 为什么 因为我有福报被他欺负嘛 所以说吃亏的便是福嘛 因为我 我有福报我才会吃亏嘛 没有福报的人怎么会吃亏嘛 你先想看嘛 对不对 没有福报的人 吃别人的亏都来不及了 还会被人家吃你的亏嘛 所以你就是因为有福报 所以会 会被人家占你的便宜嘛 为什么 因为你有信心 你看得很清楚啊 但没有信心的就不一样了 一个人生没信心的人啊 对自己生命没信心的人 人家称赞你啊 你也说怎么样 你挖苦我 人家跟你讲实话 那你也怎么样 万箭穿心 那就没有信心 一个有信心的人 真的啊 真的我有这个缺点啊 对不起 那我下次改进 有信心的人是这样 没信心的人 人家一讲啊 你看看 他魂不守事 他半年啊 日子都很难过 为什么 人家守我怎么样 我为什么会这样 他就找一望的理由啊 来掩饰他的那个缺点 那其实有信心的人 是一有缺点 缺点就改嘛 对不对 人家一称赞 真的啊 我有这个能力 好 那我既然有这个能力 我尽量发挥得 饶欲众生嘛 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优点嘛 这就是生命有信心啊 生命没信心的人啊 你看人家就活在 一个活在恐惧中的人 没有办法修行 没有办法修行 我们在讲经 有一次啊 有个同修 这个也不能叫同修啊 不过我们同称伟同修啊 然后跑来啊 他说跟我约 我说我不知道 反正我都坐在泡茶那里嘛 他说跟直客约了 约了就进来了 我说好 那你有什么事跟我约啊 他说我问你啊 你为什么在电视上奖金一直骂我 我在电视上奖金骂你 我认识你嘛 不认识啊 不认识可是你就一直骂我 我骂你干嘛 神经病啊 不然你为什么要一直骂我 我为什么要一直骂你 你不要那么准嘛 对不对 就这样对要入座 你也不要这样万箭穿心嘛 我一直骂你干嘛 我又不认识你我会骂你 我讲的不过是人性的缺点 他人性有缺点 那我提醒你你就改进就好了 他就是没有信心啊 没有信心的人就怕人家说到他缺点 那根本就不是说说你啊 所以我现在讲你也不要对号入座 若属巧合纯属虚构 你不要说我又在说你啦 我说你干嘛 你也没有先底牌给我看 我怎么知道你发生什么事 但这些都是人性的缺点啊 我们知道这些缺点我们就要去改过 那你就有信心啊 那没有信心的人就是一直在恐惧中啊 那看电视你关掉就好了嘛 我怎么会骂你嘛 对不对你不看我的节目 我怎么会骂你呢 就是因为你没有信心 所以一个生命没信心的人啊 他是一直在恐惧中 你知道吗 所以他没有办法提疫情 他对人啊 只有嫉妒 只有排斥 他恐惧被人家伤害他 那么一个有信心的人啊 他就很容易提疫情 疫情做什么 求证 验证 超越 那就进步啊 那就进步啊 所以生命啊 真实的生命啊 真实的生命啊 以信心做基础啊 以疫情做动力 最后的智慧啊 是目标 真实的生命啊 你看看 我跟你讲 生命啊 就这么两种 我们在跟各位讲啊 生命是永恒的生命 是指真实的生命 那个真实的生命啊 是以信心做基础 疫情做动力 智慧为目标 我们所说 虚幻的生命啊 就是在这个沙浦世界里啊 这一个如梦幻泡影啊 诸行无常诸法 无我的那个我啊 就是虚幻的生命 你用记忆 你自己注意看看 把你的记忆拿掉啊 你叫做痴呆 对不对 叫你不要推理啊 你会说看伐 对不对 因为你是按照推理来的 那个推理就是意识形态 这是意识形态 你留意注意啊 当你的人生啊 是活在记忆跟推理里头啊 那你就有无量无边的痛苦 学佛啊 要你把虚幻的生命放下 苦极 追求真实的生命 那道 这个从成修行话里头 我们这个部分讲得很清楚啊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啊 你建立了信心 带着移情去前进 的这种状况 这种状况啊 因为这是七弟菩萨嘛 七弟菩萨啊 信心是非常具足 因为他有智慧在前面 这里起方便作用了 所以他信心啊 非常坚固 而且啊 他有种种的巧方便 他的移情会移在的前进 对 这种状况 这种生命状况 也就是这个地方讲的 无公用分别心 成就一切世间法 就这个时候开始啊 这个时候开始啊 他就叫做啊 以无公用分别心啊 成就一切世间事业 成就一切世间事业 我们很难去体会这种状况 因为你用的是记忆跟推理 而这个部分是只能用体会 体会就是信心 移情 在信心的基础上 移情在推动你的生命前进 就这样子 生命存在的现象 在这种状况中啊 我们就叫做砸花庄严 生命啊 是非常灿烂 非常芬芳 这个才是真正不可思议的 美丽的新世界 你去留意看看 充满着信心的人生啊 是多么的美啊 我们在什么时候能够看到这种状况呢 那人要结婚的时候你看 人逢喜事啊 精神爽啊 那就很有信心的时候 不过结婚以后就不一定了 结婚那一天一定很爽 为什么 因为他有信心啊 要结婚的人再没有信心 那就不叫 那叫灾难不叫结婚啊 因为结的就昏倒嘛 在还没有昏倒之前 那是最有信心的 那结婚以后就昏倒了 那就不一定了 那有时候发生什么事 我们不知道 你结婚了你就知道 信心啊 有信心是很美的 你看看孩子们喔 小孩子啊 最快乐 去注册啊 最美啊 注册通过 注册还没通过之前 你看他很紧张 有没有 通过也有分配到哪一班 哪一班去的时候 哇 你看整个学校都吵翻天了 你看那多美啊 小孩子的生命力啊 那冲出来的时候 整个校园 一直吵 哇 那精神真好 假如有人住在学校附近 你就知道 你想要睡晚一点都不可能 因为孩子一到学校 那个时候是最吵了 最吵了 那是最有生命力的时候 所以永远有信心的生命啊 是永远都是这个状况 都是这个状况 现在我们衡量一下 我们是不是真的 既有这种信心的生命 你以前还没带起都无所谓 因为疑情掺得破 掺不破 你没有得失 没有得失啊 就是你在合理的推理啊 在前进的时候啊 你有得失心 一有得失啊 不美啊 我们传众各位讲 你看小孩子打球 你看 那个投手 才拿起来 下面就叫了 叫什么 球还没投出去 你叫什么 当然大家就很高兴就对了 因为没有得失心嘛 他丢出去 不管好球坏球 有没有打中 反正大家 你我双方啊 都很高兴 都在叫 都在跳啊 打出去 有没有打中 都一样 反正山震呢 大家也叫 打全能打 大家也叫 反正都在叫就对了 为什么 那就是生命的美嘛 你看大人打球 不一样了 有没有 有没有 那个设备那么完整 都是一流的 最好的 但是你看看 为什么 得失心重啊 像那个小孩子 有没有 他什么都不完整啊 那个有个球啊 有个棍子就不错啦 竹竿也一样 像以前 红月棒球队 用石头 用那个树枝啊 拿起来就打 打到全世界第一啊 为什么 他完全在游戏 没有得失心 一有得失啊 那就不一样了 那心境整个都扭曲啊 关键就在这里 信心啊 非常重要 所以有的信心 对着移情前进的生命状态啊 就是这种状况 无公用心 无公用分别心 所以这句话是非常美的生命状态 所以你要是没有信心的基础啊 没有信心的这种 抵制啊 生命的存在是什么样子 你不知道 所以我们奉劝各位 不管你现有的 现在存在的人生状态如何啊 我们期望各位啊 你要培养你的信心 你不要去计较 现实的环境 不论好或不好 你一定要活得有信心 一定要有信心 我不是说你没信心啊 不要对号入座啊 生活中啊 一定要活出 你活出信心来啊 你就活出生命的芬芳 每一个人的人生条件都不一样 有的非常好 有的非常不好 好与不好 是我们定义的 在你现有的资源条件之下 你要怎么样活出你的快乐 这是最重要的 你不要比上比下 人家住的房子八十平 我在跟人家租房子 下个月房租不知道在哪里 那你就活得很痛苦 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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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必要活得那么痛苦 你要给自己啊 带来一份信心 我跟人家住房子 我也活得很快乐 你不要以为说 人家房子那么大 他不见得比你快乐啦 他的烦恼你不知道啊 你知道吗 你不要以为有钱人很高兴啊 有些人看他利率降到这么低 他都未婚你啊 我有钱比没有钱更差 对不对 没钱的人你看看 反正利率高也没我的分 利率再低也一样 他没烦恼啊 对不对 所以没钱的人有没钱的烦恼 有钱的人有有钱的烦恼 你知道吗 你说我不是烦那个啦 像我这样长得不漂亮 不漂亮有不漂亮的烦恼 漂亮的人有漂亮的烦恼 你不要以为他漂亮就很高兴啊 他找不到化妆品的时候他比你痛苦 对不对 人生啊要活出自己的信心 不是活出别人的信心 不要建立在那个外面的社会标准 社会标准是你的记忆啊 你用那个记忆来做你人生的标准 你一定痛苦的 这是一个人生中一个很很基本的一个要件 非常基本的要件 所以普劝各位 找回你自己人生的信心 从这个地方开始你新的一生的里程 你要真的做到这一点啊 那也就啊不枉费你入佛门 这是非常重要的 建立这种生命的信心基础啊 是生命的洪流里啊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没有信心啊 你一定生死轮回 绝对生死轮回啊 因为没有信心容易恐惧啊 尤其是三恶道 尤其是三恶道 你要有信心啊 不管你在人生中再怎么苦啊 以你这个信心啊一定 你要懂得修行啊 出三句就很快了 就很快了 这个是我们跟各位做一个结论 前面讲的境界很多 无量如来境界 你要用这世间的语言来讲啊 乃至于百千亿奈如他绝 你都不能测知 不能知啊 不能得知啊 但是你要有信心 再进入那一种移情啊 来推动你啊 生命前进的时候 那这一境界很快就全部现成 不是知不知的问题 你自己就会活在这 这种殊胜华丽 是庄严的生命境界 这是指这个部分 我们再看下面 这个境界我们跟各位这样讲啊 它是很快啊 很圆满你马上就能进入了 你不要听我说 反正我讲那么快啊 一个信心就带进去啊 你要摸到生命的信心啊 那你已经摸到百千万节啊 这个百千亿奈如他节啊 我跟你讲啊 来听华严的人啊 不管你是什么 什么样的层次啊 我们在往昔身中啊 都与毗如知那佛啊 同愿同行啊 只是不同方向 我跟你讲 真的是同愿同行啊 你不要以为我说着安慰你啊 只是人家往东走 你不要往哪里走啊 方向不同啊 所以要给自己有足够的信心 我们再看下面 这六二八月的倒数第三行 佛指 使菩萨以身智慧如是观察 常请休息方便慧 起书胜道 安住不动 无有一念 休息慧时 行住坐卧乃至睡梦 未曾站与盖障相应 常不舍于如是想念 这个就是我们常讲不可能的事 你看看嘛 以身智慧如是观察 这一点就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没有智慧 那你就没有信心啊 这个身智慧就是 你记得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原则 这个就是一个法门 生命的信心建立起来 移情带动 这个就是生智慧 就是生智慧 你以为智慧是什么 智慧是信用卡啊 还是智慧是个什么东西 智慧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啊 智慧是你生命中在运用的那个东西才叫智慧啊 而运用的那个东西是带动你生命成长的那个东西才叫智慧啊 我们运用贪嗔吃不对啊 我们跟各位讲生命中有三个因素啊 三大类的因素 一个杂质 一个恶质 一个本质嘛 你要是用杂质跟恶质啊 那就不是智慧啊 那是造业啊 你运用信心 运用移情来带动 那就是生智慧啊 因为它带动你生命成长的部分就是本质在成长啊 所以就是生智慧啊 你用这样的生智慧进行以后啊 你六根接触六层境界啊 如是观察 你自然就掌握得到 你要去把握这个东西啊 华言啊 在谈这个部分啊 这个啊 真是啊 什么 真真见血啊 没有一句白话 没有多余的 它很恳切的 就是这个语言模式 跟这个思维模式你不知道 它完全建立在那个基础上面 实修的基础上 你看信心运行不是实修吗 那你就是不修 嗯 师父讲一讲我就开悟了 当然也开悟了 满天大悟的悟啊 不是啊 这个都要经过实修来的 常情休息方便会 喜书圣道 这方便会啊 我们有个 有个比修女啊 那天我非常生气啊 我叫她进大辽 从此以后哦 不准再进禅堂 也不准来听课 就是在大辽煮 他很乖 他一听哦 好 和尚叫我进大辽 不准进禅堂 也不准听课 然后呢 每次我要讲课啊 他就搬一张椅子说在外面听 每次叫她 怎么不进去里面 和尚叫我不准进教室 他在大辽负责啊 东西很多啊 都快坏掉了 那 你们哦 花花心啊 礼拜天到山上来 把那些巴拉吃一吃 那四颗巴拉 生了一大堆 吃不完啊 那小鸟每一颗都咬一口而已 我跟他说这个巴拉 赶快打果汁给大家吃 他没有人 我说为什么没有人 这么多都不是人啊 他说我不能叫人 我说你不能叫人 那你叫鬼好了 把那些巴拉打成枝 他说 没有人可以打枝 他很乖啊 很僵化 因为他这个人哦 喜欢医疾报告 所以我就不准他哦 跟普官司报告 有事情哦 要一层一层报告 所以他现在变成哦 他不能找人 我说啊 把那烂掉了 那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 我就找你算账 所有生的虫一只一只吃下去 他不敢吃虫啊 他说这个叫杀生 你去死好了 吃虫哦 是有嘴巴吃下去的 叫吃 叫杀生 那有鼻孔吃下去 那就没有杀生了嘛 哪有这种人嘛 我说你去找人来工作 这是公事啊 你去找人聊天当然不行啊 好 和上一句话 那我就找人来 我告诉你 你直接叫人你犯戒 因为你不能直接叫人 你只是管大疗那两个人而已 大疗那两个人你知道吗 一个火神一个贱灾菩萨 其他人都不肯管 因为啊 这个武则天啊 喜欢到处管人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啊 就有人这么僵硬 这么僵硬 他这样子也不能适应 那样子也不能适应 为什么 他没有办法修习方便会 一给他方便喔 哇他就马上脱僵之野马 那你把他框在那里 他就一直封在那里面走不出去 我不知道人性怎么会有这一种 反正众生信念 众生业力 众生烦恼有这么多 这是其中一个 我们当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 这么糟糕 但是呢 通常我们有这种倾向 这种倾向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因为你有恐惧 所以你那一种方便会啊 没有办法发起 你一发起就怕 嗯 我会不会换戒 这个是不是不应该 你都没看清楚啊 包括我们今天在世界 在社会上也是一样 社会上有很多法律啊 你要看烂练那些法律 你差不多 你这些事实还比较幸福啊 那法律啊 什么法律啊 那彼师妹讲喔 你要知道法律定定的过程喔 你就不敢吃香肠 那为什么啊 我们不知道啊 那热狗香肠啊 是最不卫生的东西啊 你要是知道它制作过程 你就不敢吃啊 法律的定定也是一样 那真的是这样吗 不是 你有信心你活在这个世间 我既不贪人家朋友也不做违法的事 那有什么不行啊 大家还不是一样活得好好的 对不对 可是有些人一讲到法律啊 就好像要分岛一样 为什么 因为你人生没信心嘛 你今天没有欺负别人 有贪账王法吗 没有的话你怕什么 那天有一个宪兵放假 放假 我们当过兵的大家也知道 你要放假的时候 班长会一再的恐吓你 像现在的话就是 不能酒后驾车 那个宪兵啊 年轻人出去玩一玩 大概喝了一点酒 骑机车啊 看到警察临警 他一紧张啊 你看一紧张啊 他就冲过去啊 警察追啊 追到警察都受伤了 结果抓起来一酒侧 合法标准 他没有违规啊 可是你为什么要跑呢 因为我刚才有喝酒 因为他有喝酒 在骑机车 接着碰到警察 他吓坏了 没有信心嘛 人生要有信心 顶着啊 糟糕 他被抓到 罚就罚了嘛 回去 被关一个礼拜 也不过如此而已啊 可是他没信心啊 他想说 我有能力冲就过去啊 他没想到警察的机车比他大 你冲两次不如他冲一次啊 马上追到你了 好啦 这下子麻烦了 因为他违反公务 本来抓到罚情官 当兵官一个礼拜就算了嘛 现在呢 他犯刑法了 这事情大了 你想想看 我们因为没有信心 而犯下造业的业力啊 比你实际上所做的那个业来得大 所以我们跟各位讲 那个恐惧的业是非常可怕的 你不要恐惧嘛 你恐惧什么嘛 你又不是什么坏蛋 你又不是专门在做坏事的 对不对 你属心机率做坏事 那当然那个业本身就把你拖下去了 可是你好端端的你 什么这个也怕 那个也怕 到底怕什么 尤其是进了佛门 既然已经归向三宝 三宝给你依靠 你为什么还没有信心 为什么还一直在恐惧呢 你想想看 所以这一点 各位一定 跟各位讲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法门啊 这是一个很大的法门啊 不要老师觉得 师傅每次讲经都讲那些 叫我们要有信心 生命要灿烂 要芬芳 我闻来闻去都没有味道 只有汗水味哪有芬芳 你有了信心以后 自然啊 人生啊 就会多采多枝 就会多采多枝 你也不一定一直要瞪着我啦 我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了 你像蝴蝶一样飞舞的人生呢 还是喔 那个花香没有浇水 一个礼拜没浇水 都垂下来的样子 一看就知道 需要拥有自己的信心 那你在人生里的恐惧 不过恐惧你会懂得变化 那就叫做方便会 方便会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绝对的 绝对 跟各位讲是绝对 起苏圣道 透过方便会起苏圣道 这苏圣道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啊 上求啊 阿妞多罗三百三菩提 第二个啊 给予众生啊 获得无边的利益 给予众生的利益啊 是启发他人性的部分 令他在生命中啊 拥有绝对的信心 这个才是啊 起苏圣道 你自己 已经具有信心 追求止于至善的目标 这是苏圣道 那么给予众生啊 也朝着这个方向来 这个更是苏圣道 各位要留意啊 佛陀 为什么要讲清皇法 就是把他这个 真实生命的DNA啊 传递给我们 我们 既然感受到 这个真实生命的存在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 真实生命的DNA啊 再传递给后人 所以 弘法利众生啊 不是这样那一念啊 怎么利益众生呢 就是把这个 真实生命的DNA 传递下去啊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才叫苏圣道 嗯 怎么给众生利益 每个人来包子花一个 吃着肚子就跑 这个叫做利益啊 这叫有限利益 但是生命的觉醒这个部分 是无限利益 这个才叫苏圣道 所以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 我们学佛者啊 尤其修学华言的人 你要懂得这一点 自己啊 尚求阿妞多罗三百三菩提 其次呢 就是要把真实生命的这个DNA啊 传递给 所有有缘的人 无缘的人你难说了 对不对 你一讲啊 他就跟你毙命啊 对不对 有缘的人既然有缘啊 那你怎么不开启他生命大道呢 把这个佛陀法生会命的DNA 再继续传递下去呢 各位想想看 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啊 那么传递这个部分啊 为什么要用啊 休息啊 商店会呢 我常跟各位举这个例子 有人常这样问 师父我有个朋友想要学佛 你看我 要怎么样带他学佛 有吗 你有这种经验吗 你想想看啊 师父这里有没有佛像啊 有没有华圆三平啊 有没有香路啊 这样叫做给他学佛 这个叫向上学佛 当然他有那个空间 有那个能力 能够置一个佛堂这是很好 不过我想最重要的 是怎么样活得更快乐 怎么样活得人生更有意义 你要告诉他这一点 这是启发真实生命的第一步 你要告诉他人生来这世间是干什么 你要怎么活下去才有价值有意义 这个才是真的学佛 这一佛圣 一佛圣的终极目标 马上就给他 我们跟各位讲六项联则啊 生命的目的 生命的存在 生命奋斗的方向 生命的价值意义 第六个生命的真相 有没有 你要教他学佛 教他先认识这六项当中的任何一项 这直接就进入了一佛圣了 你假如在平常生活中 开始在思索 跟追求这一方面的话 那我就告诉你 与毗如这那佛同愿同行 你知道吗 那你假如说与毗如这那佛同愿同行 就要弄一个毗如这那佛 我看毗如这那佛不会长成那个样子吧 对不对 那是你想象的 艺术家想象的 雕刻成那个样子 谁说譬如这那佛长成那个样子 你怎么知道他长成那个样子 对不对 跟他同愿同行是指 要追求生命止于至善的 那种信念 那种信心 跟那种实践 那个才叫同愿同行 不是弄个佛像 弄个城乡 等个书游灯 然后拜三拜 那某本师释迦摩尼佛 又要毗如这那佛 又要本师释迦摩尼佛 反正搞不懂清菜 像这样子 向上学佛 那往往明信多 刚开始有点像 入门也没错 可是你从入门以后 就一直在门上 那就叫明信 入门以后要登堂入世 那你有没有登堂入世 所以如何诱导他 那就是种种方便 种种方便 所以不是说 用你的文化跟意识形态来带领 很多同学这样问 是我们这样初念 可是那几天我不在 不能念怎么办 不能念不要念 不能没有念他 会不会没功德 你看好像很孝顺 人家外国人都没念怎么办 他们几千年都没念 有没有 那你这样念是什么意思 那叫文化 你知道吗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 你死的我就不会 一定不会去跟你住念 不是这个意思 你念 这个是文化跟宗教仪式 有没有必要呢 那在文化的立场当然有这个必要 可是真理的立场 可是没有这种必要 那些印度人什么时候有祝念 印度佛教徒有祝念吗 释迦牟尼佛并没有定祝念这个标准 可是为什么来到台湾非得祝念不可 那是台湾的佛教文化意识形态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一点 这是一种善巧方便 善巧方便 他这个不是真实会 这个叫方便会 那要接引众生要方便会 自己要成就要真实会 可是当你遇到瓶颈需要突破的时候 那也要方便会 所以方便会跟真实会如何去交互运用 这就是关键点 这就是关键点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句 安住不动 无有一念 休息废时 这更难了 这个安住不动 无有一念 休息废时 这个根本不可能嘛 对不对 这不是不可能 修行就是这样 我们讲自心一处 这个就是从实修来 你要找到心 找到处 把心放在这一处 这才叫自心一处 对不对 你一自心一处 现在问题在这里 像我假设你都很高明的修行人 假设 很高明的修行人就 我自心一处 这个时候会有妄想 所以我妄想就肚子饿了 对不对 那或者呢 人家在叫了 电话铃响了 有没有 你既然都听得到 感受得到 这个就是妄想了 那妄想怎么样 妄想就心跑掉了 对不对 那么有功夫的人就说跑掉了 是妄想了 我知道了 又回来了 又把心射回来 所以我们在自心一处 有没有 死心不断 热心他远 电话铃响了 射心令反 再把他抓回来 这个就叫安住不动 我们有很多人 电话铃响了 不要管他 电话铃响 不要管他 爸爸在叫 不要管他 那叫什么 那叫活来活展 亡来亡展 那叫去笑 不是不要管他 我知道 但是现在没必要 没必要去理他 所以叫做don't care 不要在意 不介意那些 又回来 可是当我 那个时候 我还是会处理的 因为你还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因为我在修行 因为我在修行 我要安住不动 我有一命 学习废舌 我一直安住在这里 外面的境界来 我很清楚 可是我一定停在这里 我不跑 不是身不跑 佛陀常在定中 有没有 佛在菩提树下 沉到以后 心一直在那里 心在那里 身还是走来走去 五十年的弘法经验 有没有 心能不能一直定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叫安住不动 无有一念 修习会死 这个修行 是修行在那个 心在那个定中 这个才是功夫啊 坐在向上 坐在那里 师父我跟你讲 我坐了五个钟头 我都没有打妄想 你哪给他坐五个钟头 你为什么知道五个钟头 你根本就会打妄想嘛 怎么没有打妄想 所以我们在坐的时候 以我们一般的经验来讲 这个时候 心肠脑跑掉要抓回来 就说我坐一坐 痒痒痒 哦 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我日一痒的时候 我们讲五种妄想啊 这是生理的妄想嘛 生会痒痒麻痒痛 这个都是生理的妄想啊 有没有 肚子会饿 会怎么样 这个是什么 这是物理的妄想啊 变化灵想 人家找啊 干什么 这个是社会的妄想 还有心理的妄想 一个钟头了 又过了一个什么 两个钟头了 又过了一个 三个钟头了 很清楚了 我打个记录 五个钟头了 起来了 所以我坐了五个钟头 很高 看起来是身上没什么 可是这个心理呢 完全外跑了 我们在这个信念的过程当中 然后这些妄想 五种妄想都会产生 产生呢 我又把心抓回来 那妄想一来 就把你的心 若心他缘嘛 现在射心命环嘛 再回来啊 在这个地方弄功啊 那你那 那几种妄想又很清楚啊 我们现在失败了 就败在这里 心跑出去 不知道哪里去 那个心啊 被妄想吃掉了 古代修行人说 被天狗吃掉了 不是被天狗吃掉了 是你妄想跑掉 你不会把它射回来 这射回来 就是自心理处 所以关键就在这里 自心理处 使心不乱 若心他缘 射心虽黄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啊 行住坐卧 乃是睡梦 未曾占语 盖帐相应 坤哥会讲 妄想把你俘虏走啊 那就是盖帐 你会跟他相应 这个你要留意到 妄想一来 你能够自止住 坤哥会讲 你要在这个时候用功啊 用功两个钟头 两个钟头 比你睡八个钟头要好 你的精神体力会非常好 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你的妄想啊 你的妄想还是在运作 妄想运作的时候 是我们生命能量啊 耗损最严重的时候 你知道吗 生命能量耗损呢 最大妄想是最大的耗损 所以你看 喜欢做白日梦的人 喜欢做白日梦的人 不会胖 不会胖啊 你白日梦 假如一直梦到吃巧克力 那会很胖 你要是一直在那边啊 做啊一直在想啊 那思维啊一直在动的时候 你的生命能量消耗很大 消耗很大 所以你看哦 所以你看哦 我是这样讲啊 你不要对号入座啦 通常会胖的人哦 都比较不会打妄想 即使想都是很单纯 他不会想的太复杂 会做白日梦 会打妄想的人 他就是想的太复杂 生命能量消耗很大 那你一修行禅修啊 就止住妄想嘛 止住妄想 生命能量第一个没有耗损 第二个呢 当你一再抓回来抓回来的时候 那种喜悦会产生 喜悦产生生命能量会爆发出来 会爆发出来 如涌泉般的出现 那个时候啊 你的人生啊 就会很灿烂 你有绝对的信心 关键在这个地方 现在呢 你能够把它扣住 在行住坐卧中乃是睡梦中 在睡觉中 你都能够啊 控制住你的念头 死心不亂了 你能够控制住啊 那就跟一切业障 隔离啊 隔离啊 各位留意哦 至少啊 你不再造新秧 新的业不再造了 所以他说 不以啊 这个盖障相应 常不舍离啊 常不舍于如是想念 这想念就是这个修法 这从这里来讲 哦 那么我们 这一堂课跟各位讲 两个大法门 哦 一个是这个 安住不动 的自信与处修法 一个是真实生命的 这种 木道与气球的移情 哦 这 禅学里头 我们 苦极密道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 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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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你既然知道那是虚幻的 为什么你放不下 这个叫急嘛 你为什么会粘住虚幻的部分 你在修这个法门 这是一种仪情 苦急的修法 通常这是生文圣 内道的修法 就是我肯定有真实的生命 魅嘛 可是呢 用什么办法能够跟真实的生命连起来 我也知道真实生命很好 像师父这样修的不错 真的假的不知道 反正坐在上面拼命吹牛给人家听 大家也听得很高兴 我来跟他一样很好 不过 像他看那么多书 拜六十万拜 念佛好几千万生 诵经好几万卷 想归想 还是不要 为什么对这真实的生命 你愿意接受 而却连不上去呢 那就是道啊 那怎么走上真实生命的那个道路啊 真实生命的终极目标 我知道可能连不上去啊 所以这个叫魅道 两个 构成一个对真实生命气球的移情 这是两个修法 那我们跟各位讲的是后面这个部分 真实生命来源啊 信心跟移情 那你透过信心跟移情怎么建立起这个法门 你说信心我还掌握不到 那自信一处可以吧 对不对 我告诉各位 这两个法门灌顶完毕 你不修你就欠我啦 这应该讲得很清楚啦 你不要说 我刚才没注意清 你再讲一遍好不好 跟各位讲 这真的是很殊胜的法门 我们跟各位讲是真的很殊胜 不是叫你回去 念观世音菩萨送普门品 这样叫观世音菩萨 不是那种小法门 这个法门非常的大 这展开无量无边 每一个人你都可以运用 每一个人都可以运用 你可以从这个地方获得无量无边的利益 跟各位讲 尽管这样听啦 虽然我是讲说你欠我的啦 没有错啦 下辈子你来还要再听啦 每次听都快开悟啦快开悟啦 因为他们回来这样再接下去 对不对 反正妄想哪里跑掉就设信任法嘛 对不对 所以你做到天亮 就像有些童韵修讲的 师父我怎么会这样 我这样一口气吐出去 好久好久好久 再一口气吸进来 天就亮了 因为你听我讲过 刚福八大师 就是这样修的 天就亮了 我告诉你 你没有那种功夫啊 你那一口气出去就睡着了 再一口气吸进来 刚好醒来的 我告诉你 忘想在哪里啊 你都不知道啦 你只有真下功夫啦 一定到道场来啊 吃一些香板啦 农制师会给你吃香板啦 那打下去你不要说 都把我吓一跳就好了 这个功夫啊 一定要去念 你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 反正我以前是这样就对啊 我初一的一个礼拜天啊 带了十几个同学去爬山 那十几个同学一共带了五支裂枪 去打鸟 结果我只打到一根羽毛掉下来而已 两千多发子弹都打光了 就打到一根羽毛 后来就打到山上去 遇到一个老法师 一个老法师 那老法师啊是东北人 东北人 他两支枪打起来 我们把那个瓶盖 以前酱油瓶盖丢上去 他蹦就打到了 然后他又跳起来 就蹦又打到了 两支枪一次 一个瓶盖打两个洞 很厉害啊 好厉害 你知道那时候人际小小的 看到这种奇人啊 武功这么高明 马上就拜他为师 拜晚回家 大家都睡觉的时候啊 我就爬到桌上去 我家那大圆桌啊 就爬上去打坐 怎么做 一刀那儿会给我们俗 马上就开始 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 一直算算算算算到一千 然后又一直算算到一千 然后算了三千天都快亮了 你不知道 你会有这种冲动 但我告诉你啊 虽然完全不知道啊 这种冲动就是你的善根 就是你的善根啊 你回去要冲动一下 不一定爬上那个大圆桌啦 床上也可以啊 睡觉之前坐一下 那你就会发现啊 要什么做 下午竟然忘了问师父 对不对 明天再去问 明天要上课 下礼拜再去 下礼拜下雨 那下个礼拜再去 下礼拜又忘了 那就下辈子再去 你应该要有那种冲动才对啊 你连那个冲动都没有的话 怎么有可能成就呢 所以修行一定要自己很踏实的去实践 不怕错 不怕无知 你做了 你自然你就会成长 那后来我就知道要灵了 就知道要灵了 那你都没有经验过 你就不一样 我跟各位讲 数习法从一数到十 一 二 我就讲得很清楚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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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没有实践嘛 所以我一讲你就听错 你知道吗 是一个呼吸循环算一 第二个呼吸循环算二 为什么要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我也跟各位讲得很清楚 那是中文发音才有可能 你不能把它翻成英文 一 二 没有问题 三 两音 四 五 两音 六 七 你都没有办法念 所有外国语言都没有办法用 只有中文才可能 因为它单音嘛 它能够轻轻一点 死心不乱嘛 你用外国话音 一定不行 因为中国花音是单音节才可以用 所以修禅 生在中国算你好命 生在外国命有点乖 因为你不好算 所以它翻译只能翻音出去 那音的意思是一数到十 但是它的用意不是数一 数数目的多少 关键就在色心而已 这个就是我们要懂得用心修行的地方 你要是没有办法掌握这个部分 那你就常常会弄错 所以自己去实践 去真正的走一趟 是绝对必要的 不要怕错 修行没有人不弄错的 我跟郭伟讲 你在做这种训练的时候 没有失败上千万次 不能叫修行 千万次 我没有讲错 一个钟头下来 你要失败多少次 你大概失败一次 不打妄想 然后 我妄想哪里去了 你根本就被妄想吃掉了 那只失败一次 我们在信念的时候 一个钟头多少次 这个妄想来 这个沉浸来 阴 生 色 等等 它来的 你有没有办法掌握住 掌握住 还是就跑掉就跑掉了 跑掉了您不能抓回来 跑掉不能抓回来 那就是你失败的地方了 这就是我们自己的 自我信念 以成就的关键处 祝福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